他的語言人是陳秋榮 當語言人,我們先歡迎語言人陳秋榮先上來做介紹 первere One is my professor 議員 please 你的語言是,你名義言是罗裔師 洛裔師,你當名義言人 有就是這個科技的背景 偶像名義 非常欢迎,因为来讲的都是学友专精的前辈 应该是由长辈来议员,我比较年轻 但是我把这些议员的部分留给我们的议师来自我介绍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议员的主讲 我叫罗任作,今年七十五,冲一五十五年 我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垂直是牵引,治疗腰椎症突出症 只能在这里起到抛砖的作用 我这个文章里面,在书馆里面有 我看到时间关系,没有必要在这里读出来 我就讲讲,为什么想到垂直是牵引,还治疗腰椎症突出呢? 我小的时候,就在农村里面 经常去抓那个长虫 大家知道有经验,拿下尾巴,长虫就吊过头 吊过头来咬你一口 那我们拿这个长虫,这么轻轻地抖动它 让它的腰砖松起了 它就没有办法,回头咬 那我就这个道理,因为我实测学武术啊 所以如何把腰砖保护好 这样很重要,就一定要重一点 所以我们小时候也认为一个往上伸展的松腰呼善工 好像我今年四十五 哇! 我那一生于习国以下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都有一个软鱼啊 因为我们看医药里面,那些牵引都是从头到脚 对吗? 拉着轻轻 一拉轻轻你的腰椎,就有一个抵抗力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腰椎能松开 这是我的思路 所以我这个办法呢 就创造一个机器 把那个人垂直掉起来 你的屁股要离开桌面 好了,在这种情况,我用手法去给它按摩 我把它的突出的周肩盘把它按回去 好了,另外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看看 比如我们这个腿 用一块石头压着 那怎么办法呢? 如果你想把这个腿拉出来 那你捧着这个皮也拔掉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用一个铁杆把这个石头插起来 用一个用来把你的铁往后一拉 那你就解除灾难 所以我这个想法 就是在垂直的情况下 用手 用你的经验 或者说,这个把它按回去 好了,这种办法 我就只有很多病人 就觉得效果不错 我推荐了一些朋友 也去伯访这个 也达到效果 假如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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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多的理由管 光是按摩 没有迁移 没有办法 好像是这样 现在就这样 你没有抽起的时候 没有办法把那个腿拉出来 好了 如果你是光有牵引 或按摩 行不行呢 不行 好像 现在有颈椎的牵引 光是掉颈啊 我们说掉颈 光是掉 你没有手把按摩也不行 所以我的论文 就是垂直线牵引 这种推辣 是治疗 悠尊肩盘褲子症 向大家匯方玩 我是起到一个抛砖理由的作用 因为我这个是很土的办法 也是在乡下里面想出来 那个崇拜法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 因为社会上很多 追随派的人 大家在 比我这个基础上 更扩直 更先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来接下来我们的众医师 众医师呢 他是博山市 这个 第三人民院的众医师 好 接下来 我 我